新一学校的老师居然是窃盗通气犯 而且还发生在台中的贵族学校 就是这一位担任英文驻教助理的新加坡籍的男子 酒驾遇到了警察蓝姐 警方查出原来这个男子之前因为窃盗罪被通气9年 吹吹吹吹吹吹吹在巴黎脸 男子酒驾被蓝不断烙英文和警方对话就像牙齿听雷 真的听不懂中文吗 警方查看护照 新加坡不是国台语弄里通吗 男子被当场拆穿只得乖乖配合盘查 只是这名好贼的酒驾男竟然是位窃盗通气犯 更夸张的是他还在台中这所知名贵族双语学校担任英文老师 两年多来身份从没被揭穿 校方得知消息大为吃惊 男子9年前来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向外籍友人买了一辆中古脏车因此被通气 但因通气书上护照的号码漏了一码 让他多次出入境结尾被发现 还在台湾的各大贵族学校担任外籍教师 校方审核教师身份出现漏洞 家长得知消息都相当担心 这天新闻 家庭林云冰城与着A3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